收复箱农会推动有机农业20年 让有机农产品安全优质的特色 深植在民众的心中 而为了让在地的小农 有更多行销与展售的管道 农会与农粮署东区分署合作 在外地观光客必经的台11线 省道水莲村沿线 设置山处的在地有机小农市集 来增加这个在地臭风箱偏远地区 有机农特产品的曝光度 进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及民众的购买意愿 收封箱农会与农粮署东区分署 为了深化及推动在地有机产业 帮助若是小农邀及收封箱 有机产销班第三班班员 运用在地的特色 良心商店模式 16号上午在水莲村 观光客必经的台11线道上 由北至南福岛设立了三处的 在地小农市集 让小农增加直接面对民众 以及自我推广的机会 把我们这个整个小农聚合成 我们在这个沿路有三个点 那每一个点大概有五到六位 总共大概有十五个摊位 那我们就是用这种统一的这个形象 包括我们的这个帐篷桌椅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关东旗 那上面都很明显标示 就是这个是我们政府辅导的有机认证的这个农产品 让消费者在入座的时候看到这种比较具体的形象 他愿意停留下来购买 而且我们也都要求说 每一位有机认证的农友在贩售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有机证书放出来 让这个消费者可以确认说 你是有机生产的农产品 对消费者的这个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收风箱农会总干事黄启祥也说 在观光客必经的道路台11线上 能够以最具象的方式 为在地小农行销打造品牌 让观光客看见有机农业的成果 是收风箱农会长久以来的目标 台11是我们花莲一个观光交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路线 然后水莲这边台11这边也有很多相当好的一些农产品 比如说这个有机的香蕉 还有这个有机的咖啡 还有柑橘类 这个都是我们水莲这边特有的一些作物 那大家都知道说农产品有吹到什么 它的风味会更好 我们对我们水莲这边 面临的整个很广大这个太平洋 那日夜间的这个温差很大 那就是会有海风的吹息 大家知道水果如果有吹过海风 是不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跟各位 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推荐 这个水莲的这个好的这个物场 真的是值得我们把它带回家的 收封箱有机产销班第三班设立于民国107年 目前全班有机认证面积已达56.14公顷 主要种植作物为香蕉柑橘类咖啡等 希望能够透过本次的小农市集的设立 静生根这片海情海味的小农市集 记者凌桀收封箱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